如果桌上真的沒有零 然後你也沒有被店員發現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手舉起來 同時說一句 すみません 店員應該就會發現你囉 欸 這分量看起來很多欸 嗯 還是我們兩個點一份就好了 然後 我要再點一杯飲料自己喝 好啊 就這樣 一個人點一個東西 是到餐廳用餐的基本認知 雖然並非所有的餐廳都會直接明文規定 但是我們到餐廳基本上就是要來消費的喔 如果一群人一起用餐的時候 而你剛好還不餓 那我們可以先點一杯飲料 或者在家庭餐廳的話 還可以有 ドリンクバ 飲料バ 跟デザート 甜點等選擇喔 欸 就這間對嗎 欸 對 那 應該可以直接進去吧 那留位子 走吧走吧 走 日本多數的飲食店會有店員來代位 所以不用開門之後自己衝去找位置喔 進到店內首先你會聽到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歡迎光臨 那緊接著呢 店員可能會問你說 何名様でしょうか 請問有幾位呢 一位我們可以說一人です 兩位可以說二人です 告知完人數之後 我們就等待店員的指引就可以囉 不過有一些速食店啊 或是咖啡廳他可能會跟客人說呢 お席を確保してからご注文くださいませ 請確定好你的位置之後再點餐 像到這一類的餐廳啊 我們就直接可以先找自己喜歡的位置囉 就點這個好了 電源喔 日本的餐廳桌上大多都是設置有服務鈴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找店員的時候 我們可以按鈴或者是舉手 店員應該就會過來了 但如果桌上真的沒有鈴 然後你也沒有被店員發現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手舉起來同時說一句 すみません 店員應該就會發現你囉 如果你想要跟店員要一杯水的話 我們可以說 すみません お見つください 意思就是不好意思 請給我一杯水 在店家用餐時啊 如果是一個人一個座位的那一種 像是可能你坐在霸台席 請不要把你的私人物品放在旁邊的空位上 因為這樣得站了一個位置 其實是會影響到店家做生意的 所以呢 坐定位之後啊 可以留意一下自己的膝蓋前方 或是椅子下方 可能會有荷物屋器 也就是置物的空間 但如果真的沒有的話呢 就要請你放在椅背跟屁股之間囉 怎麼生那麼多啊 好飽喔 打包好了 すみません 日本美食很多 但是在點餐前 記得要衡量自己的食量哦 因為在日本把食物吃光 是表達對製作食物的人 以及食材感謝的一種方式 如果你真的很撐 實在是吃不下了 那我們可以跟店家說 美味しかったです 來表達我們的謝意 另外啊 在日本大多數的店家 是不會提供打包帶走的服務 原因是因為擔心 食物中毒的疑慮 所以呢 我們還是在店家裡面 就把美食吃光光吧 如果今天你真的想要買外帶餐的話 可以問店家說 持ち帰りできますか 我可以買外帶餐嗎 以上五點你記住了嗎 讓我們一起搭一個東里儀 尊重當地文化的國際觀光客 享受日本的美食吧